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成功逃脱地方当局的非法监控 惊动国际社会 美国国会也表示密切关注 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 表达了对陈光成以及其家人的高度关切 并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遵循陈光成向温家宝提出的三点要求 保证陈光成家人和支持者的安全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说 该委员会和世界其他人权团体都在密切关注 陈光成逃脱当局控制这一事件 我感谢听到人权权人士陈光成的逃避 从延传的非法的家庭的离聚 希望他能够安全 如他的支持者所指引 同时我仍然非常关心 梁克弥先生曾试图让他的委员会 在去年和今年看望陈光城 但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阻挠 史密斯曾在去年 抨击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记录 并向国会提案禁止签发入境签证 给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 及他们的直系亲属 希望借此向中共领导层施压 在今年2月14日的听证会上 他还呼吁当时正访问白宫的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释放政治犯 新谈记者韦清英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